你沒有人有一絲絲的後悔過嗎 寶貝喔 漢典有 我們不能這樣子 交朋友 交朋友是無教 因為我覺得 真的大家的感情都很好 我覺得要公布漢典的錄音 我們之後 漢典有一天晚上 我們之後也都來 12點 12點 我們早上5 6點練習 然後凌晨12點 他打電話給我 他有種心想的 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講說 浩哥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們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來錄這個節目 然後好像跟他心裡想的不一樣 看 為什麼每天都要 花那麼多時間練習 但是他隔天還是出現 我錄完大熱門 我就在碧壇出現了 對 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他可能在錄大熱門 然後我 划完龍舟之後 我又到大熱門去報到 但是我覺得 因為那個是需要我 我一定要到 因為那就是一個團隊 其實今天的想去 但其實對我們 宏哥來說是一個 抱著必死的決心來參賽 我們休息室輸啊 我們今天其實 第一場躲避球的時候 真的每個人在休息室 跟在這個禮拜練習的時候 我們沒有退路啦 我們只要一輸就結束 所以我們每個人的狀態都是那一種 已經到達最緊繃 然後只能練 然後又沒有讓自己有點緩下來的空間 就一直在那種態一直去戰鬥 像之前的時間當選手 應該說就是 他們現在一直是選手 他不比我那時候差很多 他們的狀態就是那一種感覺 所以 你Ki哥看到那個 抱卷CP真的很崩潰 就是說不能接受 對 也還好 我覺得他是真的很 很棒 你是願意跟他組織嗎 No 我有老婆 還是No 但是他是我永遠的兄弟 我真的感謝他 其實我跟他常常有一個問題 就是常常會要上通告 或是說記者在問我們說 這一集要錄節目 然後可能要錄好朋友 但是我們經紀人問我們說 你告訴我你的好朋友 是不是好朋友的名單 其實我說真的我也說不出來 等一下 你不要說只有你們兩個 我也是這種狀況 真的嗎 以後我找得到 以後我找得到 你有朋友 對 以後我找得到 你有朋友 沒有 但是我們找你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講說你有通告 不會啦 你知道那個開著娃娃車 然後Nikki坐在旁邊 然後我們兩個在講這個事情 其實蠻難過的 因為 畢竟在演藝圈工作 已經25年了 真的 沒有想到會這樣子 因為我記得我們第一天 來錄影的時候 姚元昊跟我說 嗨 你好 我是姚元昊 我說我沒見過 你什麼 你好 我是姚元昊 沒有 因為那時候他很胖 我忘記他受傷了 不給節目化受傷了 請家當超紅 真的花蠻多錢的 你知道嗎 我們每天 我會收到有罰單 然後收到 現在有什麼 還要加油 停車費 然後還要撞牆壁 撞 有一天 沒有 我們比賽比完了 我們要離開場地 要到另外一個地方 結果 我就開車 他說你要不要去烏肉飯 我說好啊 因為很餓 我們要去吃烏肉飯 結果一停車的時候 那個路邊停車嘛 然後就後退 突然砰一聲 我想說完蛋了 撞到後面的車了 結果Nicky說 我趕快 我去看 然後我就把窗戶咬下來 我說Nicky還好嗎 他說 沒有 後面的車沒事 但是你的車很嚴重 花了 花了四萬 因為你的車很嚴重 那後面全部都斷掉了 然後我就下車去看 No